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声水平烧去 被人们称为相声皇后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交了二十年的朋友 也一起合作了二十年 郭德纲不止一次地表达对于于谦的欣赏 说他们的交情是唾弃献词的交情 除了于谦 郭德纲很少提到和别人的交情 给人感觉好像他不喜欢交朋友 其实他也喜欢交朋友 只是交的朋友少 一 聪明人为什么交的朋友比较少 交朋友是两个或多个人的事 做朋友需要大家都统一是朋友 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 就不是朋友 而且朋友之间相互的要求也不同 所以交个朋友非常的难 一 交朋友成本太高 在现代生活工作中 工作压力普遍都比较大 聪明人做事自然不会糊涂 他们不是忙着加班 就是忙着赚更多的钱 总之非常忙 他们的日程表里很少安排交友的时间 因为交个真正的朋友 是个需要大量时间的事情 而且还需要小心维护 最后还不一定能长久 大多数的人所谓交朋友 更多的是为了利益 而不是为了真心交个朋友 所以还不如培养一个商业合作伙伴 来赚更多的钱上算 二 交流信息贷款不够 两个朋友在一起 交流信息的贷款是非常重要的 人的成长过程不同 交流层次也不同 在现实生活中 因为各种因素 两个人之间能高效交流的人非常的少 大部分人之间沟通效率很低 郭德纲曾举过一个完全无法交流的例子 比如我和火箭专家说 你那火箭不行 燃料不好 我认为得烧柴 最好是烧煤 煤还得精选煤 水洗煤不行 如果那科学家拿睁眼看我一眼 那他就输了 郭德纲和于谦交流就非常顺畅 在上台前几分钟的沟通 他说个开头 于谦就知道后面要怎么做 这也是他们有经常清的一个主要因素 三 能抵制诱惑的人太少 大部分人随着时间和位置的变化 想法也会变 特别是遇到利益的问题 很少能始终如意地坚持原来的想法 德云社在大红之后 很多元老级的演员都以赚得太少为由 离开了德云社 有记者也被于谦没有德云社的股份感到不平 于谦说我感到很平衡 我为什么要有公司的股份 我只是公司的一个演员 没有道理要公司的股价 能在大红之后还这么清醒的 所以于谦才能和郭德纲成为一起合作20年的朋友 而这样的人太少了 四 农夫与蛇 朋友之间当然要互相帮忙 但农夫与蛇的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帮错了人 后果就是自己受的伤害 而且这个故事在现实中总是不断地上演 人们不帮助蛇很容易做到 但人的善恶一下子却是看不出来的 遇到了怎么办 只能是区分出善恶来再帮对自己最安全 最后的选择就是 为了自己的安全 先等一等 等确定对方不是蛇在包 最后这一等 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 朋友自然也就没得做了 二 聪明人愿意交什么样的朋友呢 大家都喜欢交朋友 聪明人当然也愿意 只是聪明人对朋友的要求会更多一些 因为大家的时间都有些 精力也有些 维护朋友也需要大量的精力 所以朋友交得多不如交得精 一 性格坦诚的人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本来就已经很困难了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再猜个谜 想把事情说明白就更加困难了 交个朋友就太累了 如果能坦诚地进行交流 不仅效率能得到极大的提高 心情也能马上爽快不少 相比之下 人们更愿意和坦诚的人交朋友 简单爽快效率高 二 人品好的人 伤害自己的人都是离自己很近的人 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道理 所以 要交的朋友 人品一定要好 如果人品没有把握好 那将来受伤的就是自己了 聪明的人 当然也能想到这一侧 对朋友的人品 自然也会看得很重 只是日久才能见人心 人品的判断需要的时间比较少 三 个人能力强的人 聪明的人 自己的能力当然不会太弱 交朋友自然也会找实力相当的 这样 大家才能互相帮助 共同进步 如果水平相差太远 实力也不在一个层次上 交流起来也困难 而且帮助也是单项输出 交个朋友 反而成了自己要不断照顾的对象 自然不会长测 四 愿意一起合作的人 交朋友从来都是双向选择的 而且合作的事 从来都是需要两个人都同意才可以的 自己再喜欢 也愿意和对方做朋友 但对方不愿意和自己做朋友 一起合作 那也交不成朋友 如果对方同意做朋友 愿意一起合作 当然就一切如愿一场 如果对方不愿意 那也就只能放弃了 所以 做朋友 不仅自己愿意 还得对方也愿意才行 交人交心 人之相处在于真 懂得珍惜 才被拥有 人 不怕走错路 就怕交错了人 心 不怕太认真 就怕交错了门 情 不怕太辛苦 就怕用错了人 总之 真正聪明的人 只是表面看起来不愿意交朋友 其实非常愿意交朋友 而且都会用心去对待 珍惜朋友 只是社会复杂 交一个朋友 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来验证 所以看起来好像不愿意交朋友 其实他们只是交得少而已 交到一个真心的朋友 省过一群虚伪的朋友 真正的聪明人 往往很少去交朋友 人活着 圈子不要太大 融得下自己和一部分人就好 朋友不在意多少 真诚就好 真正的朋友 既能雪中送炭 也能锦上天花 你有几个真心朋友 落魄一次就知道了 所谓的朋友 不在于数量 只在于质量 真正聪明的人的朋友 全都在做减法 没有删凡就剪 轻装上路 才是真正智慧的人生 自古锦上天花 以雪中送炭呢 越成熟的人 越懂得把时间花在自己和家人身上 真心的朋友可悦而不可求 一生不求多得 两三足矣 圈子不同 不必强容 你若盛开 蝴蝶自然 你若精彩 幸福自然 当你强大 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月色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 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